嗨,你好,我是Kill的莊索維 我在光裡面飾演文光 哈囉,大家好,我是Euner桑順園 在光裡面我飾演一個沒有名字的弟弟 哈囉,大家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Emily,陳姿瑩 那我在光這部電影裡面飾演的角色叫做素恩 心情就是不悅囉 還會有什麼心情 導演他們在車裡面呢,我就自己一個人 因為那個時候又很不舒服,你知道嗎 我的人,就曬了一整天啊 然後就在那個垃圾車那邊勾在後面那裡 然後又不能做什麼 那你只能,就是他們還沒有rollgate的時候 就已經叫我在上面了 我真正要拍的時候,只是拍那一下而已 所以總共你在垃圾車背後 我和將近有三個小時 所以蠻痛苦的 你問我的話,我會跟你說 可能導演就是要 你三個小時過後 你願那個不爽,覺得臭那個 他覺得那個東西還真實 我覺得應該不會 你真像了 最困難就是 說話跟口吃的東西 真的,因為我本身,我是有口吃的 那其實在演的時候 其實你說,如果說錄戲啊 情緒那些,我覺得都 都還好的其實 因為我本身,我講話有口吃 我跟Emily,我在拍電視劇的時候呢 其實基本上,她也知道了 我口吃的時候,就是根本是講不到話的那種 所以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在演這部劇的時候呢 我又加了一個口吃的元素 在這個角色裡面嘛 所以口吃再加口吃 就真的是 根本就講不到話 那有一場戲 把腳踏車抬上來的 那場戲我是完全卡著 不能講 然後我要在外面休息 然後瞬眼有走過來 跟我說,放輕鬆 放輕鬆 對 對對對 所以 對咯 口吃方面吧 興奮啦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這部短片 然後我也覺得 導演是一個 很有誠意 在說故事的人 雖然我知道這個角色很普通 就演一個弟弟喔 可是你一個普通的角色 你可以把它演得 很有layer 很有層次 很好玩 這個不容易 因為我知道整部戲 就在說著弟弟跟哥哥的故事 你不會看到其他的電影 就我們常看的一些主流電影 都是有很多支線 很多故事發展 哇,高潮跌起就沒了 就只有兩個人相處 那對於演員來說反正 有一個好處是 我們可以專心在我們的表演 可以專心在我們的 那種溝通 然後那種火花 我們兩個可以玩出什麼東西來 那個東西我覺得蠻珍貴 印象最深刻應該是打他那場 就打他那一場 因為導演只是給了一個 下了一個指令說 你要的情緒就是 你把所有十多年 二十多年來的一個不悅 就在這一場 在他身上發洩出來 我有跟QO說 喂,那導演有這樣子要求 我們可能就不排戲 因為排了 可能你知道那個感受 那我們直接來 可是我也真打 你OK嗎 那QO也希望他 可以去到那一個境界 他也很想嘗試 那個時候你應該也很想嘗試一下 如果所有東西都是接近真實的 那個感受會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 那一場我們不排 我們不溝通 他也不懂我會幹嘛 我也不懂我會幹嘛 就是Action了之後 我有什麼情緒 我就想說什麼 我想對他做什麼 我就做 而那場戲一喊咖了之後 第一個Tag他就 一個人跑去外面 然後十多分鐘 然後我自己也 也沉澱一下 他需要比較長時間沉澱了 然後回來我們兩個人在抱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 那個感覺蠻難得 如果我們可以演完一場戲 咖了之後 兩個演員會因為 那個成就感興奮而抱在一起 講不到話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難得 我什麼時候還錢 我有借錢呢 蘇恩 你知道你欠誰錢 我欠誰錢 你欠那個小飯錢 是耶 你不講我都不記得 我就買了兩包麵 然後坐在跟他談天 那個麵來了 我就跟他說 謝謝謝謝 然後我就沒有還錢 後來他看完影片過後 我有還錢 而且還還買他的份 對 可是就在電影院裡面 沒有展現出來 是 因為蘇恩是一個 不交代的人 有Q彥 一定有破3億 應該 3億 哪個億啊 4億 蛤 其實有跟堅持大概聊一下 然後 300萬其實 OK啦我覺得 其實好評也蠻多的 然後回來了回想也蠻好的 記者媒體也蠻喜歡的 對不對 哈哈 要點頭 哈哈 這樣子當然是順緣會脫褲了 為什麼 他問你啊 所以我幫他答咯 哈哈哈哈 拍戲先就跟我講 他講 Kill 這部戲齁 這樣不可能好的 如果好的話 我脫褲 我XXXX 太容易 要脫買內褲 我覺得我破300萬的話 我就要看到順緣的6塊數字 可是我又不是主角 為什麼破300萬 讓我去做東西 你們做什麼 你講啦 那個6塊東西可以 最近網絡上有賣的鐘 你知道嗎 男生穿景色那種啊 那你做什麼 我我是陪襯啊 我是這部戲的綠葉 我負責去看你的腹肌咯 OK Jordan一起都 練6塊腹肌了 Jordan有了 Jordan有6塊腹肌 哈哈哈哈 喂 這個是一個影片下面可以留言的 是不是 你在下面留言咯 你想我們做什麼 這樣如果那個300萬真的是 Hit到了咯 你又有貢獻了 我們做什麼 你又有參與了 是不是 誰給 我沒有 專訪結束 感謝大家收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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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這樣好的是你不來看 大家都懂是 11月29號嘛 大家都懂會 成果上映的嘛 是不是 那 你去跟你的粉絲講 希望大家可以在 11月29號 在馬來西亞全馬 的戲院裡面 見到你們哦 要不要 問一下 什麼 你 你 удив